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惊喜片致命ID 影片一开场 医生胡子叔正在分析一名杀人犯大秃嫖的审讯录音 这个大秃嫖啊 在1998年5月10号他生日的这天呢 残忍地杀害了湖光公寓的六个居民 按照传统套路 大多数影片中的变态杀人狂啊 一般都会有一个不幸的童言 这大秃嫖呢也不例外 大秃嫖的妈咪啊以前是个妓女 由于收费合理服务热情 生意一直好得不行 在大秃嫖小的时候 他妈咪只要一接客 就会把他锁在汽车旅馆里 由于长期的寂寞难耐啊 大秃嫖开始越来越变态 到了后半夜 法官正在家睡觉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检察官打来的电话 说大秃嫖那些案子有变的 可能要犯案 对方辩护律师发现了一个新的无证 是大秃嫖写的一本日记 他们现在要反共咱们案 相操作故意解蛮证 所以要求开一场午夜听证会 把这事给弄清楚 法官一听就急了 说大秃嫖明天就要礼牌换了 这不是扯淡吗 检察官说那本日记 可以证明大秃嫖有经病 咱都知道精神病杀人是不用长命的 转场之后 汽车旅馆的老板正在看电视的时候 眼镜叔抱着一身是鞋的老婆冲进来 说刚才出了意外 我老婆可能要卸菜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原来眼镜叔开车带着老婆孩子 正赶路的时候 轮胎突然被小姐大眼妹 吊在地上的一只高跟鞋给炸弹 眼镜叔这边撅着屁股给汽车换轮胎 他老婆炮灰姐打着伞 正触着他儿子小郑太傻笑的时候 不幸被过气女明星的汽车给装的猫炮 司机大哥这边刚想下车 被过气女明星给拦住了 说趁着月黑风高再来赶快聊 司机大哥说别扯淡了 我可不能那么干 司机大哥下车一看 发现炮灰姐命悬一线 似乎马上就要领和盘 这个时候的小姐大眼妹也遇上麻烦 他一看前面大水坑拦路就打算掉头 可不小心把电源杆给装断了 司机大哥拉着眼镜叔一间来到汽车旅馆 旅馆老板说电话线已经断了 不过离这儿30公里有个急救中心 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去叫救护车 司机大哥在半道上 遇见了汽车抛锚的小姐大眼妹 大眼妹说大哥呀 我活好话不多 能不能搭个顺风车 大眼妹上车之后 说我刚从那边过来 那边有个大水坑拭目可蹭 根本没法过 司机大哥说我得赶快去医院 不然炮灰姐就要领和饭 而就在这个时候 胡子哥和金发妹小两口刚好打这儿路过 随后司机大哥和小姐大眼妹 搭乘胡子哥和金发妹的车来到了汽车旅馆 这旅馆老板对小姐这个职业非常歧视 说话夹枪带棒可把大眼妹气得够呛 这个时候警察鸡贼哥压着一名杀人犯 也来到了旅店 司机大哥说这儿有位女士伤得很重 能不能用你的无线电给呼叫呼叫 可警察鸡贼哥呼叫了半天呢 发现这无线电也没信号 转场之后 司机大哥来到了眼镜叔的房间 说我看你儿子有点不对劲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眼镜叔说其实我是他的继父 自打他亲爹两年前挂了 他就不怎么说话 随后警察鸡贼哥把杀人犯带进了屋里 旅馆老板说卫生间的水管结实 你把他靠在那上面肯定跑不掉 杀人犯说孙子你呀想的可真周到 这过气女明星虽然风光不在 但自我感觉还是那么良好 每次出门都要求住五星集酒店 不然就料套骨干 当这姐们拿着手机出去找信号的时候 五星交了饭票 听到动静的司机大哥来到洗衣房 在洗衣机里发现了自己老板的人头 闻讯而来的旅馆老板和警察鸡贼哥 在洗衣机里发现了鸡贼哥房间的 10号药物盘 三个人急忙来到警察鸡贼哥的房间 一看发现杀人犯已经不见了 转场之后 法官憋着一肚子的气来到了听证会的现场 律师说得等我的客户大突票到了 才能开会 这是他应有的权利 法官说放你的裸圈屁 这大半夜的我还得陪你们 重新审立一个我已经判决的案件 这也太扯淡了 你有话赶快说 我的忍耐可是有底线 过气女明星的头被人一砍掉 这旅馆里所有的人全都乱了套 当听说杀人犯也跑了 金发妹当时就吓屁了 回屋收拾东西 就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由于金发妹和胡子哥 是一时冲动接的婚 因此两人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 加上又有人在酒吧 曾见过胡子哥 跟别的女人打情骂交又流报 因此两人在屋里吵得是鸡飞狗跳 当金发妹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 瞎琢磨的时候 没想到胡子哥在外边已经交了饭票 转场之后 杀人犯固头不固定的就开始逃命 当这哥们冒着雨刚跑进一幢房子 诡异的一幕就出现 杀人犯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自己明明已经跑出去很远 但看着却像是在原地下出段 随后杀人犯被警察鸡贼哥 和司机大哥给活捉了 司机大哥跟旅馆老板说 你在这好好看着他 他要是敢轻举妄动 你就跟他上楼胡蹈 司机大哥在胡子哥被杀现场拍照的时候 发现了9号房间的钥匙盆 紧接着杀人犯也被人给干掉 警察鸡贼哥在杀人犯的脚边 又发现了一个8号房间的钥匙盆 旅馆老板说 虽然刚才是我看着这个杀人犯 但这事真不是我看 这个时候厨房的冰柜门 被小姐大眼妹无意中意拽开了 真正旅馆老板的尸体 普通就摔倒在地 趁着那几位愣神的时候 旅馆老板开着皮卡车就打算撒儿子留 可由于手忙脚乱 又让看上到的眼镜鼠里面合法 转场之后 大秃嫖的律师对法官说 虽然大秃嫖已经被确诊为人格分裂症 可你们法院还是想要了他的命 在1986年 本周就颁布了一项规定 精神病杀人是不用偿命 医生胡子叔说 像大秃嫖这种病吃什么药都没用 不过可以尝试将患者分裂的人格整合 这称之为心理断层的合力 几个人正说着 大秃嫖被人推了进来 旅馆老板被抓住之后 说我在赌场输的是一干二净 连裤头都不剩了 然后我光着订路过了这个旅馆 发现老板已经因为心脏病丢了命 而这个时候刚好有人住店 我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能挣点钱 然后再回赌场老板 由于当时天气炎热 我担心老板的尸体发臭 所以才把他塞进了冰柜 警察鸡贼哥说 以我的经验来看 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是这孙子干 从现在开始 谁敢轻举妄动我就要了谁的命 冷静下来之后 几个人开始在屋里闲杀单 不聊不知道 原来旅馆老板跟大眼妹还是老乡 大眼妹说 小姐这活我是干不下去了 我在老家买了块地 准备回去种橘子去 这个时候 警察鸡贼哥发现炮灰姐 在跟死神做斗争的过程中 戏份终于杀了清了 在炮灰姐的床下 警察鸡贼哥拿到了六号房间的钥匙盘 三个人急忙又来到眼镜书被撞到现场 又找到了七号房间的钥匙盘 几个人一看都梦圈了 司机大哥让大眼妹和金发妹 带着小正太赶快离开 可还没等大眼妹上车 汽车咣当一声就爆炸 可诡异的是 把大火扑灭之后 车里并没有金发妹和小正太的尸体 而更神奇的是 之前领盒饭的那几位 也全都人间蒸发了 随后四个人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大家一聊才发现 他们四位居然是同一天的生日 然后他们又查了其他几个人资料 发现全都是出生在五月十号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司机大哥竟然出现在了听证会上 原来汽车旅馆这十一个人 全是大秃瓢分裂出来的不同人格 司机大哥也是其中的一位 医生胡子叔说 大秃瓢就是你 你就是大秃瓢 司机大哥说别闹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医生胡子叔拿出小镜子 说你自己照一照 司机大哥拿起小镜子一照 当时就吓尿了 医生胡子叔说 四年前你们其中的一个人格 控制了大秃瓢的身体 并且杀了湖光公寓的六个居民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找出那个人格并把它干掉 这样大秃瓢才不会叫犯票 再次回到虚拟的汽车旅馆 小姐大眼妹无意中发现 那个警察机贼哥也是个杀人犯 原来真正的警察在压解犯人的途中 不幸被机贼哥给干掉 撞了一气场了 很快旅馆老板在跟机贼哥的肉搏战中 也卸了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所有的一切像是机贼哥干 身负重要使命的司机大哥 为了整合大秃瓢的人格 最后跟机贼哥一起领了和汉 第二天一早 小姐大眼妹开着皮卡车回老家种橘子去 医生胡子书说 现在大秃瓢体内只剩下小姐大眼妹这一个人格 而那个杀人的人格已经领了好 因此我请求将大秃瓢转到精英病院 回到老家的大眼妹撅着屁股正刨地的时候 刨出了最后的一个钥匙板 而与此同时 小正太也突然出现 原来小正太才是真正的杀人犯 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这倒霉孩子的 可以说在这11个人格当中 小正太是最狡猾的残暴 他为了不被医生胡子书给整合掉 于是便假装自己交了饭票 影片的最后 被小正太控制的大图票 身不由己的把医生胡子书给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了 孩子都是家中宝 父母必须照顾好 心里一旦出问题 必须及时做出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